嗨,大家好,我是麥克 歡迎來到異教圖 這頻道主要是挖掘及探索這病態社會下 扭曲且真實的人性 用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社會 玩味人生 我深信只要能讓更多人清楚的了解 異教圖的各種面貌 及藏於虛偽面具下的真實臉孔 就可以減少身心靈的危害 就更能體驗人生 享受美好的生活 這一季視頻我將分享 身邊朋友的人性 並且丁鈴鈴路要走好 走穩 別摔跤了 有些人跌倒爬得起來 但有些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今天我們來聊病態人格 俗稱心理變態 喪心病狂 開始前先請問你幾個問題 你朋友多嗎? 你朋友都是什麼樣的人啊? 還是你當他們是朋友 但是他們把你當工具呢? 或是你把他們當朋友 但是他們把你當工具呢? 講到朋友 正所謂 世風日下 人心不古 作為一個社會人 在職場上 如果你對某一件事 多知道一點 內幕或八卦 那麼就會有朋友來套你的話 就算什麼目的都沒有 但一些心靈匱乏 缺乏愛 全身充滿負能量的朋友 會剝奪你的時間 把你當垃圾桶 為了只是跟你抱怨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就算你不甩他 也會有人無中生友 挑撥離間 借刀殺人 慫恿你 去跟別人 關家 修台 而你能滿足這些需求 就表示你身上還有價值 那些只管佔便宜 從不回報你的人 還不算可怕 最可怕的是像那種 黃鼠狼給擊敗你 他們只管索取 若是哪天 你沒有好處可以撈 他們就順手能補你幾刀 並毫不猶豫的責怪你 抱怨你怎麼變了呢? 或是責怪你 怎麼沒有像之前一樣挺他呢? 從人格心理學的角度來說 這些人都屬於人格障礙 一旦遇到 就要想辦法逃離他們 不要覺得自己有責任陪伴他們 也不要指望 在你的幫助之下 他們有一天能夠長大 成長的關鍵在於 對自己擔起責任 知道自己有哪裡做的不好 才能有所改善 而一個人有人格障礙的人 他們不會認為自己有問題 他們會覺得 是你有問題 是這個社會有問題 他們會要求你改變自己 來順從他的做法 並且哪天你實在受不了他了 正準備拋棄他 請別指望他會記著你的好 他要是不報復你 就已經算是佛祖保佑了 下面就說說這四種 嚴重的人格障礙 自戀狂人格 不貴我舔我的 都是他媽的傻逼 我指的是腦不是外在 自戀狂 對世界的認識 是畸形扭曲的 他們總認為自己是上帝 其他的所有一切都是廢物 垃圾 因此 他們在人際關係裡沒有絲毫的界限 要求凡事都應該按照他的意思來 要求所有人停下手邊的工作 先去滿足他的需求 他不高興的時候 有理由懲罰你 並且不允許你有任何的反抗 他們知道到沒有界限 總是不斷的挑戰他人 觸動社會規範的底線 在遭遇劣形敗露或災難時 不要指望他會道歉 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對 也不要指望他們有一絲愧疚感 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行為 會怎樣影響到別人 如果你身邊有這樣的人 那他很可能是自戀狂 像是上一季的仙人跳視頻 那個傻逼苦足 被人攝取仙人跳 完沒完到被抓去關 到現在還在跑路躲在 的人渣暴衝哥 就是標準的自戀狂人格 我這裡強盜的是人 非外在 其實他本人長得跟鬼沒什麼兩樣 或像是不分場地 爭奪大家的注意力 就算是在朋友的婚禮上 也要是最耀眼的那一位 所以他們總會故意遲到 就為了享受大家的注目 或專門搶新娘的風采 為的只是要調無腦 且精從上腦的金規序 或是在跟別人說話時 他們會肆無忌憚的明示或暗示 我就是這裡最聰明 或最時尚的人 喜歡厚顏無恥的自台身價 習慣性的 像你提起他 認識某某大立委 哪一天呢 又跟哪位大老闆吃飯 等等 或透有貶低別人來拉抬自己 但其實戳破謊言 自己並沒有特別的優秀 反而啊 淪為大家的笑筆 一般朋友認為 朋友之間要 互相互信互重 但你覺得自戀狂的字典裡 有平等兩制嗎 對他們來說 朋友只是用來利用的 朋友的存在價值只有一個 就是滿足他們的需求 如果你順了他們的意 你對他而言 就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人 否則就是個累贅 等到那時 你就成了他的替死鬼 甚至栽贓的對象 剛開始接觸自戀狂時 我們很難察覺一樣 因為他們基本上 都外表光鮮亮麗 幽默且口才好 能迅速拉近距離 但時間久了 最後還是會露出馬腳 只要察覺不對勁 就得盡快逃離他們 自戀狂人格 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 不要幻想你能改變他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點 不剩他的心意 他就會對你下手 情緒不穩定人格 不順我意 我要跟你絕交 這款人格幾乎都是 小屁孩 或是自以為有公主病 但其實是神經病的人 或中二的八家九居多 與自戀型人格相似 情緒不穩定的人格 也需要他人的銀河 或服從 他們挑戰別人的底線 目無法計 但不同的是 自戀型人格 這樣做是因為 他們自以為有權利 被特殊對待 而情緒不穩定 行的人格 這麼做 則是因為他們 離不開支持 和肯定的聲音 否則 無法自我感覺良好 Ki moji bai song 哄哄開心 叫他們吃屎 都甘之如意 與自戀狂一樣 如果他們得不到的東西 又失去對獵物的控制 那麼他們很可能 會毀掉對方 例如 他們性情喜怒無常 經常從一個極端 走到另外一個極端 前一秒還跟你笑嘻嘻的 等你踩到他的地雷 8加9有的是雷 他會瞬間暴跳如雷 當他們發現 你能忍受一點火氣 就會升級在公眾場合 對你發飆或發脾氣 或是他們永遠 把自己當成受害者 覺得所有人都虧欠他 在任何場合 所有人 都理所應當 把他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性格暴躁的點 會不顧場合的 大喊大叫發脾氣 若是性格陰沉點的 會靜悄悄的給你色套 這些性格 根本無法經營健康的 友情和愛情 走得太近 他會覺得你太黏 給他空間呢 他會覺得你要拋棄他 以及超強的控制欲 他們會當眾檢驗別人對他的忠誠 問這樣的問題 你到底聽他還是聽我的 到底誰才是你女朋友 這種公然逼迫的行為 是很討厭 非常的尷尬 那是小學生們的行徑 但是 這類人就是如此 跟這種人在一起 你得時時刻刻 戰戰進進 他們隨時準備當眾 責問你 怪罪你 而你要時刻準備為自己辯解 每天都要小心翼翼 保護自己的尊嚴 不受踐踏 或是 為了得到注意力 而不擇手段 他們會通過哭喊 發怒 數落 裝病 誘惑 招商目視 做出越界下流間隔的舉動手段 來得到他人的關心與注意 一旦發現自己可以透過 仰染生病 居然讓自己得到這麼多人的關注和慰問 那麼他一年到頭都會緩稱自己生病 或者在社交軟體上 狂發無病哀嚎的文章 並在自己身上 搞點傷口出來 其實是眼影 展示給眾人 《本草甘木》有記載 腦殘沒藥 光是吃大便 都不只要吃五天 吃五年都不見得醫得好 這款情緒不穩定的人格 基本上無藥可救 可透過洗腦 或是初加進化心靈等手段 才有出現曙光的機會 心理學家曾這樣描述 與他們相處時你會受到的折磨 他們不會傷你的性命 卻常常令你寢失難安 即使你的脾氣再好 容忍他 耐心 諒解 同情心 消磨殆盡 最後呢 連自己都沒有辦法 有能力的去同情別人 妄想型的人格思維模式非常的詭異 他們會腦補一些社會的問題 並且認為自己對社會問題 有絕妙的解決方案 然而在正常人看來 他的做法只能用病態來形容 舉例 對於新觀點毫無接受能力 而失憶能力是每個正常人的必備能力 我們能夠接受新觀點 也能根據外界的條件進行自我調整 在堅持宗教信仰 政治的觀點同時 我們能接受不同的意見的存在 但在妄想型的人格身上就不是這樣 邏輯和事實在他們看來 一點意義都沒有 若是跟他們講道理 他們就會跟你說你有不良的企圖 甚至將你視為敵人 詛咒你下地獄 馬上離開 要知道製造社會問題的 代價大理女子 再娶的老男孩 不是沒有原因的 不要自認自己是勇者 或是龍騎士 我們要給予祝福 並循循善誘 說服他這種適合更好的對象 千萬別藕斷失聯 以防哪天肚子大了 或是生酸鴨 找你相認 到時候不要說是你 連我也想哭啊 Psychophest 精神病態 我的就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沒錯這就是沒距離常出現的 Psychophest 精神病態 接下來我會用 笑耶 來代稱 笑耶 對感情詞 沒有特殊的反應 也就是說 他們知道 愛 恨 去死 這些詞的意義 但他們對這些詞 所表示的情感 沒有任何感覺 既然沒有情感 他們也就不能理解別人的痛苦 沒有同情心 當然 他們的大腦 也無法處理別人害怕的情緒 很多笑耶 甚至看到別人的害怕表情 會感到愉悅 很多搶劫犯 或是強姦犯 也都是這樣 竟能獲得愉悅感 又有實質的收穫 這就是笑耶 最美好的一天 舉例 這是我自己的案例 記得 十多年前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就有遇過 當時啊 我跟就讀研究所的兩位學長 加我三個人 住在四人一間的學生宿舍裡 我們生活融洽 就如一般正常學長學弟那樣 過著平靜的大學生活 但自從來了一位從菲律賓來的交換學生 Easy哥 都變了掉 怪人 真是他媽的怪人 記得他智商好像150還是160 忘了 跟柯文哲柯P一樣 是個天才學生 但是不太會講中文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數裡幾乎的學分都是滿分啊 總是拿第一名 最低都是90分 連班上的資優考生的分數啊 都要教授開根號再乘以10 才能勉強上60分 也就是你實際考36分 但為了分數好看 教授啊就將36分 開根號乘以10 就會是60分 這種差距之大 然而我為什麼會說他是天才呢 因為我都沒看他在念書啊 上課的時候打瞌睡 他下課呢 就自己一個人在那邊玩那個乒乓球 同學都問他怎麼考高分 他都會說 Easy easy Lucky lucky 的屁話堂塞我們 讀來讀往的個性呢 很令人討厭 那他分數高 又讀來讀往 為什麼是笑呢 記得有次在考試前戲 他為了要讓自己睡飽 在凌晨的時段 偷偷摸摸的 把我們同情所有人的鬧鐘 都關掉 差點害我們趕不上考試而被當掉 而被學長 用假仇霸的方式來處理 到最後才知道他有強迫症 反社會人格 這有時間再給大家做一期視頻 總之咧 到最後大家變成有距離的好朋友 也學到了Easy哥的座右鳴 別人都失敗了 就代表你成功了啊 所以以後考試就吃地瓜配啤酒 加上麻辣火鍋 醞釀飯屁的感覺 那種不是想屁 而是沒有聲音 殺傷力極強的生命救贖體驗 農 醇 香 且全班考生獨享 等他們死成一片 要拿第一名也是自然 別人的痛苦和死亡 無關緊要 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 會特意找那些有權利 控制別人的崗位 比如 法官 政客 醫生 企業高管 等等 他們做這些工作 並不是出於興趣 純粹就只是樂於掌控別人 無解 打開電視 全部都是小的 政治台 娛樂台 社會新聞台 財經台 交通台 綜藝台 每一台能看 全部都是小的 唯一能看的就是彩虹頻道 跟異教徒這些腦補知識 跟探險頻道 好像遇到了變態 怎麼辦 一旦確認對方是個危險分子 一定要果斷的 不動聲色的 逃離他 不要有忽冷忽熱的行為 這樣啊 會讓他感覺到 你要離開了 他們就會無情的對你下手 以上是這期的視頻 後續我會更新及分享 測血人性的直擊案例 若喜歡我的視頻 及支持我的朋友 也請幫我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並按個讚 有你們的支持 是我做視頻的最大動力 掰掰 我們分享一下 訂閱 訂閱 小鈴鐺 美國 在這條字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